張部長 在國會有所明確的回應 你曾經對在去年年底 民調說你滿意度只有8% 認識你的不到 有六成民眾不認識你 那時候你說大家都很努力 所以我也很努力 那如果不認識我的話 沒有印象的話 就請大家都看電視跟報紙 但是看電視跟報紙 對你的模糊印象可能更嚴重 不曉得你真正的政策 這個目標是什麼 報告委員 這是指民調說不認識我這件事 記者問我我就回應 因為我想說報紙等我很多 那不認識我 我想說可能這些人沒有看報紙 不過那個時候剛上任半年 那現在呢 現在應該認識的人比較多 有民調 沒有民調 但是我外出都有感覺的出來 所以我戴帽子 我戴帽子都有人認識了 現在 官員怎麼可以 政治人物怎麼可以 不重視民調 當然要重視啊 只是你重視以後 你的態度 你的觀念是怎麼樣 不能不重視啊 那是民意顯示的一種啊 當然不見得完全是那麼的精確 那現在 好啦 問題來了 江奎說要打破悶經濟 很悶 因為 他深刻體會到台灣經濟一直處於困境 無法突破 用一個字形容 業界跟人民的感受 就是悶 那如果 人民對你的滿意度 沒有提高的話 那這個 院長的悶 當然就會 反映到對 隔遠的要求上面嘛 那現在 工商隨進會 在昨天早餐會報裡面 他把這個財經隔遠啊 分成兩 分成兩邊啊 你看 一邊是 您 您 跟 陳毅章主委 一邊是管中民 齁 經濟會主委 跟 歇齊吧 歇齊 歇齊 那他一指名道姓 說 您跟 陳主委呢 是欺負 江奎化對財經外行 他說 工商大佬 在工商協進會 歇齊 很有誠意的提出 金改的十二項建言 但是政府部門的回答 卻是基同鴨獎 他指名 部長林 還有 金管會的主委 那企業家說 江奎的主力跟助力 就分成兩邊 那顯然 那顯然 你被 這個所謂 企業界 所謂工商大佬 認為是 江奎 要拼經濟的主力 那 回應一下 是的 我想 這是 某一位 根據媒體是說 某一位工商大佬 也不知道是誰了 是他個人的看法 用欺負兩個字 是 實在是有一點 太重了 事實上我們對長官 一向都是非常尊敬 我們做公務員做這麼久的人 絕對不可能說 他一刀兩刃 他說欺負江奕化對財經外行 那是 他個人的 他這樣的主責說 陳毅章主委跟 張部長你 是欺負他 然後為什麼欺負他呢 是欺負他對財經外行 所以 他 指責裡面 兩位 也批評了 江院長不懂財經 那以你的 這段 期間的這一個 喔 互動啊 你認為江院長懂財經嗎 我非常尊敬他 他做事 他懂財經嗎 你認為他懂財經嗎 其實當到院長 他管這麼多 他不一定要懂財經 不要懂社福 不要 不一定要懂圓能 不一定要等國防 但是呢 他他統合 他做決策很有果斷力 他很有果斷力 是 很敬佩 抓重點抓得非常清楚 那他他現在所抓的重點 所做的果斷 會不會影響你的主張立場見解 我們在團隊裡面都 目前非常有團隊精神 都很一致 所以你跟江院長是配的很好 非常好 沒有工商大佬手獎的 沒有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不是他的主力 是是是是 好 這樣澄清就好了 是 不過這個本席啊 對這個江院長提到的台灣經濟悶啊 悶啊 悶啊 我是用另外一個字啊 來形容啊 是脫 逃啊 有薪水嶺的人偷懶 有工程做的人偷工 然後沒有薪水嶺的 失業的 雞啊 雞民起道心啊 把持不住的時候就變脫卻 脫 因為脫懶 因為脫工 所以變成貪腐的 這個行政體制啊 那工商界也講啊 改革不利 是因為官僚啊 那脫呢 就是官僚最好的形容 不做不做 要做也是盡量的拖延 因為他很拖懶 所以為什麼悶啊 好 大家都悶啊 為什麼悶啊 你認為 這個脫字 是不是 比悶字啊 還來得貼切 你的看法呢 委員講 所謂偷工偷料 偷這些 偷懶啊 什麼 其實我想就是一個 守法的觀念 如果果然都能夠守法 所以這是江院長提的 富而好禮 就是要好禮 大家有一個 進退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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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退應對 有一個 有一個禮節啊 守法 那大家就不會去偷 偷懶偷工偷藥 那我再請教你啊 這個監察院啊 對你採取了 對你採取了糾正啊 糾正你什麼 糾正哪個案件 你報告一下 就 就 證所說 他決策的時機 說 施力不周 對 那你回應呢 當然 公司裡面講說 一些評論 要我評論 對那個意見 我說我沒有評論 不以置評是尊重 是 我說沒有意見 對那個 對那個裡面的內容 我們來檢討改進 必要改進的時候 無者皆免 有者改進 是 我們來 這個 懇切的 事實上 我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我一直講尊重啦 那 記者問我說 對裡面的意見 我說我 no comment 譬如說對證所稅造成的 一些稅收損失 什麼時候 我說我那個 這個英語來到台灣 連意義都會 改變 no comment 怎麼會是尊重呢 不以置評 我有講尊重 那對他的意見 他要我提出我的看法 我說我 沒有沒有評論 是假尊重 不是真的尊重 一定要尊重 監察委員 監察院的糾正 竟然部長會說 no comment 這不是很嚴重嗎 不是我講尊重 所以監察也沒有用啊 因為監察院長跟監察委員 都是你們同伙的啊 都是總統派的啊 你們都是一家人啊 他雖然 是監督 監察 行政 作為 但是他的功能 在你們看來 因為 立場 在制度上的安排 你們認為不需要尊重嘛 所以no comment 跟委員報告 揪證很嚴重耶 報告 跟委員報告啊 因為我們還沒看到 揪證文 昨天是媒體 那你怎麼會說no comment呢 沒有他們要我 其實他們一直要我對監察委員的意見 改一下嘛 利用這個機會改一下嘛 如果是監察委員 被你很認真的 收集調查研究的結果 採取的糾正 那你說 我得到的福音是no comment 我講的是很 我說尊重 我一直都講尊重 他們是要我對裡面的意見提出評論 我說沒有評論 好 那如果你說到這個糾正文以後 你將怎麼有尊重法 我們會根據監察法25條 在兩個月內提出報告 提出報告 是 就他裡面提出的內容 那報告的結果還是尊重 沒有我是看裡面內容是什麼 因為糾正我還沒看到 現在都是媒體披露的 現在為什麼人民會悶啊 就是人們的感受 人們所了解的 跟官方 完全不一樣 你說這個股市 不規則的 好 一些因素 好 等等等等 然後 股市的 專家專業 他們說怎麼說 補充保費 好 他們說正守罪 好 那 也有專業說 存充 院長以前 所定的 讓這個外資啊 借券 這種體制性的安排 政策性的作為 導致股市啊 永遠啊 翻不了身啊 好 因為預期 明確的預期心理 非常的 好 清楚啊 8500就要課 那 台灣的股市的結果 大家都知道啊 怎麼會上8500呢 好 因為 賺錢不是指示高在賺錢 不是靠指示賺錢啊 不是靠指示賺錢啊 是靠指示的變動在賺錢啊 是靠指示的變動在賺錢啊 那這個大家都懂啊 只有你不懂 所以 監察院的這個糾正啊 你沒有看到糾正文 本事也沒有看到糾正文 但是可以想像的 他一定是相當的專業 而且相當 部分一定符合 業界 專業 跟 人民的 這個理解啊 所以 不是 no common的一個字啊 這種態度不對啊 委員 委員這個不是 我今天都花了這麼多時間 希望你 是 澄清一下 結果你還是硬啊 沒有硬啊 委員我們收到糾正文以後 一定認真的看他糾正文 幫我們來檢討這個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一定會認真的 對他的糾正文來提出報告 謝謝 好 謝謝許委員